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皈依,我以所行施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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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现在还没有上非常非常多,有关四禅八定,我们四禅八定主要介绍它可以分三个部分。 它首先会介绍有关禁分,有关介绍指跟关,再介绍有关正行的。 我们等一下看到的,在这个部分的话呢,它会开始有这样子的铺层来做的时候,在佛生达斯自己的解释里面, 这个以外的《显明风鸣之灯》以外的另外一本的,它的注解里面呢,就是分这三个。 很明显的分了,就是说有关禁分,有关指关,还有关正行。 我们在指关,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名词我们都还没有介绍,像久住心的个别个别的这些的名词,跟心态,心性。 那到这个时候都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我们现在只有到什么,我们都只有介绍到灯影嘛。 对,我们是不是介绍到第九柱的灯影的新说,它那个差别是什么,是有清安的摄持啦。 有清安的摄持,与安住与有没有与否来讲的话呢,这个时候才会有的。 所以我们会慢慢慢慢再介绍多一点名词。 再像是我们最主要现在的目前,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介绍到了是 禁分 和以禁分的时候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我们在介绍是有关出禅定的禁分啊。 那我们出禅定的禁分,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跟大家略略讲到说, 唯有出禅定的禁分会分一个座役出修业者跟禁烦恼的出修业者。 只有,只有出禅定会有这两个分类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是到与只有出禅定的禁,或者在禁分当中, 唯有出禅定的禁分会有无漏的。 可以走上无漏的这个修辞。 就是只有在,我不是说所有的四禅八定, 大家要表明清楚是什么,是 不是所有四禅八定,或者所谓的上界的心事都这样, 是什么是,所有的禁分当中, 唯有出禅定的禁分会有一个座役出修业者, 有一个禁烦恼的出修业者。 这是为什么呢? 主要这个原因是什么? 只有出禅定的禁分会走上无漏的这个东西。 以后面的出禅定的这个我们出修业者以外的, 我们上次讲的那种了相、圣洁等等来讲的话呢, 这六个来讲的这个分类是什么, 是二禅定、三禅定、四禅定, 一直到什么呢? 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天都有。 就是前面的这个六者,不是这个七者。 我们上个礼拜是不是也谈到了, 第七者不算是禁分而是算正行吗? 就是前面这六个呢,是从出禅定的禁分, 一直到飞翔飞翔天的禁分来讲的话呢, 这六个分类都是一致的,一致的来做的。 那他为什么是这样讲呢? 在福智大师后面有一个用词是什么? 他说,为什么只有出禅定的禁分是有可以变成无漏, 而后面的这不能变无漏呢? 那福智大师这边回答一个说什么, 他已经获得更殊胜的了正行的时候呢, 就没有原因要依靠了禁分了。 所以他已经获得了出禅定的这个正行之后呢, 他就不需要再依靠属于禁分这一类的心事, 或者这个心态来去作为无漏了。 他已经获得了某一种正行, 他获得了什么? 他获得了出禅定的正行。 所以在出禅定禁分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他是不是从未获得任何的正行吗? 没有获得任何的正行的时候呢? 所以这一个心事才会有有漏无漏二者的。 看这就分成我们上次说什么, 我们上次分的叫什么? 叫做出秀业者也好, 或者我们讲说什么呢? 就是无所不能的嘛。 那我今天才在看的时候, 那我们后面再做检测的话, 以前我们大部分的人认知是什么? 就是我上个礼拜有略略跟大家讲说, 是出秀业者跟无所不能的, 这个是来讲是同意的。 当然他后面也会有一些检测, 我会把那个检测跟大家讲, 这个在福生大师的另外一本的解释, 有讲到这个检测, 但福生大师说是自己选。 我们一般选的什么就是, 出秀业的禁分当中的出秀业者, 跟无所不能是同意。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介绍说什么是, 不是说所有的出秀业者, 或者说无所不能的这一类来讲的话, 就一定要作为, 又可以作为有肉又可以作为无肉, 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会有相违背的。 为什么来讲, 你看我们是不是说, 有那种所谓的无肉的出秀业者的话呢? 他是不是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有肉了? 同样变成是有肉的出秀业者, 已经变成是有肉的出秀业者呢? 他就不会走上无肉的这个来讲。 但我们为什么将他说还是无所不能是什么是, 他堪为作为嘛, 堪能作这个来讲, 像我们用经书的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你看我们说, 我们人, 我们可以受三种戒律嘛, 我们可以受别谢托戒, 可以受菩萨戒, 可以受金刚三昧耶戒, 这是堪为能受。 所以你说所有的人都受了吗? 没有嘛, 太大部分的人没有受, 可是我们可以受啊, 就是纵使目前现在, 比如说在路上的那个张三, 李氏, 来讲的话, 他什么呢? 他是堪为能受嘛, 他是可以有这种的可能性, 那如果在地狱, 或者在恶鬼, 在出生来讲的话, 他是什么? 他是连堪都不堪嘛, 这就是他不能生起来, 来讲一样的时候呢? 虽然, 我们刚刚讲的, 有肉的那个出修业者, 不能作为无肉的, 或是他不能变成无肉的, 一样, 无肉的出修业者, 不能作为有肉的收口, 可是他本质本身是什么? 他本质本身是, 可以堪, 可以做, 可以变, 所以我们讲说什么呢? 虽然他本身没有办法, 再作为有肉的依靠, 或者他本身没有做为无肉的依靠呢? 我们还是会叫他说什么? 我们会称之他叫为, 无所不能的。 所以, 凡是出修业者, 一定是无所不能, 凡是无所不能的, 一定是出修业者, 上次我们, 是不是也跟大家讲, 如果所谓的出修业者的话呢? 不代表说, 他就是属于说是, 只有起步, 这个出修业者不要误会, 说什么呢? 就是他就只有在最初, 这个初不是最初的意思, 而是属于说什么是, 第一类的那一个类别, 就像什么? 有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举着说什么? 我们以前不是讲说, 大圣的菩提心, 是趋入大圣之门吗? 对不对? 凡是菩提心, 是趋入大圣之门的话呢? 那如果凡是菩提心, 一定是趋入大圣之门的话呢? 他们有些人会问什么? 那如果是佛陀的菩提心, 是趋入大圣之门吗? 因为是什么? 是菩提心的缘故的话, 我们是说什么? 我们说佛陀的菩提心, 也是趋入大圣之门, 但不是说从大圣进入, 就是要进入佛陀的菩提心吗? 是什么是? 因为佛陀他自己本身, 为什么是可以进入到大圣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菩提心的缘故吗? 而趋入, 进入到大圣之门的话呢? 不是说好像我进入大圣了, 我就要从这个门槛而进入的, 一样呢? 我们这边所谓的初修业者, 不一定是在第一时间, 最初而获得的, 当然, 初修业者是什么? 是在所有中净分当中的, 第一个获得是什么? 是初修业者, 但不代表凡是初修业者, 一定是在于最初时间所获得的, 例如说什么? 我们说, 例如说那种顿断的阿罗汉的, 没有获得禅定正行的, 这个之后而获得阿罗汉的人的话呢? 他是不是已经到后面的修道, 无学道等等, 都还是以初修业者的净分而去获得, 有这样子的例子, 所以这个是在做的, 那我们上次是不是介绍到这边, 他是不是有一个辩论说什么是, 那以初修业者, 他误会什么呢? 他以为说在于申文帝当中, 不是分说了, 那何为叫做出禅定的净分的时候呢? 他是从, 了相, 圣洁, 我们这个来讲的话, 等这个七分而分下去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 了相, 圣洁, 远离, 社乐, 观察, 佳行究竟, 这六个嘛, 和以这个后面来讲, 佳行究竟, 果来做这个区分的话呢? 那, 他认为说, 因为在申文帝里面讲的这个第一分, 就是说什么, 讲到, 了相的时候呢? 那是不是出禅定的净分当中的第一个, 就是了相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什么? 他不是, 第一个是什么? 是出修业者了, 由出修业者而升起的时候呢? 出修业者可以什么? 他可以变成是, 什么? 可以变成有肉跟无肉的, 两个都有可能, 当然如果走向了相的这一个道路走上去的是什么呢? 是, 只有, 唯有, 什么? 有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叫什么? 他叫出镜像的净分, 那, 什么意思为叫出镜像的净分? 我们上个礼拜有没有讲说是什么? 是对于, 透游, 观察, 或者, 观察是什么? 下届的过失, 或者是, 观察什么? 上届的胜利, 观察下届的过失, 上届的能力而去做修辞的话呢? 这叫什么? 这叫出细分的。 那, 是不是我们说无肉的, 不可能有这样子吗? 无肉的心事, 怎么还会在追求在于轮回的这种的, 的心词? 可是我们有一个什么呢? 我们上个礼拜也略略提到讲说什么, 有一个讲说, 道的出细分, 或者无肉的出细分的时候, 修辞道的这种出细分是什么呢? 是什么? 他就, 他所看的出分的, 跟他所看的细分, 就不是这个, 轮回当中的而已。 他可以变成无肉的这种, 的, 我们所谓的, 不是出细分, 而是什么? 道的出细分是什么? 是把, 例如说什么, 看成是苦地跟极地为出分。 而观察, 道地跟灭地为极尽的这一分的时候呢? 我们讲说什么, 这叫道的出细分。 这是我们, 在略略介绍的话, 上次我们要跟大家, 要记住的是什么? 就是刚刚这七个名词, 你是不是从, 了象, 圣洁, 远离, 色乐, 观察, 夹行究竟, 跟夹行究竟果吗? 他到第二个辩论是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是什么的话呢? 那他说什么? 他讲的说, 那有些人认为说, 什么? 应该, 了象禁分, 应该是属于, 御介的形式。 那大家, 我知道我们都有上过, 可是因为我现在为什么做的比较详细的一次复习, 是什么? 是因为, 我们这一次应该是, 大家可能是前所未闻的, 到了四三八定, 很多的名词啊, 很多的性像啊, 很多的在什么的话呢, 可能都还没有在内心, 献出来是什么? 他刚开始, 这就是前面的几堂课的, 要慢慢来量, 那名词一熟悉, 我们后面就快了, 可是现在来讲的话, 什么? 叫做什么? 这个分类来讲的话呢? 他第二个辩论是不是他问什么? 说什么?